好 早上七點整 我們繼續要來帶您看到的是 剛剛我們為您報導 在板橋站發生這一起 烏龍事件引發虛驚的 張姓少年阿傑 其實她媽媽剛剛有說 她是個數學奇才 也就是說她對於數字 是非常敏感的 而且有台灣語人的稱號 大家有看過語人這部電影 應該就記得 她雖然不擅長跟別人來溝通 可是她對數字 就是有一種很厲害的天分 而我們可以看到阿傑 就是因為從小跟人溝通 有些困難 所以玩計算機是成了她的興趣 但沒有想到她可能當時 一些舉動 造成其他乘客的誤會 以為她是不是又要發生 類似像是之前的砍人事件 直到這個阿傑媽媽 前往警局說明 才終於化解了這一場誤會